书接上文 前文书咱们说到1713年 沙皇彼得一世 为了掠夺叶尔枪的黄金 向准戈尔韩国发动了侵略 3000远征军就占领了雅梅石湖 在那里建造了城堡是准备过冬 和传统的远征军不一样 这支部队没有多少哥斯克骑兵 全是俄国和瑞典战争当中的俘虏 结果准戈尔韩国的大将 大侧陵敦多部兵发一万 就把这支部队包园了 谁想到就捡着宝了呀 这支由瑞典俘虏组成的部队 里边不光有这个骑兵步兵 还有炮兵和工匠 充分利用这些人的能耐 准戈尔韩国不但提高了 这个铸造冶炼的水平 而且还学会制泥子 这些啊咱们上集都讲了 咱们在这不啰嗦 总之啊 有了这些俘虏的帮助 从军事到民生的准戈尔韩国 都有很大的提高 尤其是那个炮兵专家 叫做列纳特 不但呢精通驻炮 而且呀精通炮战 就给了准戈尔韩国的大韩 测往阿拉布坦 训练了一支 一千多名士兵的炮队 这支炮队呀 测往阿拉布坦 还单独给起了名字 叫做包沁 过两天的故事啊 咱们还会讲到 就这支包沁炮队 在后来这个大侧陵敦巴布的指挥下呀 把这个清军打得大败 大葛奇 您听说过这河通破一战 八旗将士损失两万余人 西北精锐几乎全军覆没 京城之中这八旗是家家穿效 想想都知道 当时的情形是何等之惨烈 哎这是后文书 今天咱们讲不到 明天再聊 这沙皇俄国在远东一次失败呀 并不能警醒他 这硬的不行啊 可就该软的了 到了这个1717年 这彼得一世给策毛阿拉布坦 就写了信 说你呀 好好配合我们挖金子 以后这枪炮 我少不了你的 而且我们挖了金子 也不会 在这一地区呀 把你们准夹人驱逐 这大汉策毛阿拉布坦 一看这封信呢 他乐了 这要是你 俄罗斯你打赢了 跟我这么说说也行 来的三千人 悉数被我擒护 还敢跟我吹这牛 那你不行 你就再来呀 咱们再试不试吧 于是策毛阿拉布坦 把沙皇彼得一世这封信 就扔在了一旁 属于是笼子宰猪 压根就没听得哼哼 到了1720年的时候 俄国人觉得准个二人 没对此事做出回应 那就是臣服了 害怕了 于是呢 就派出了一支 四百四十人的俄军部队 从水路沿着这 俄尔齐斯河呀 逆流而上又抵达了 翟桑湖地区 那么说这翟桑湖地区 有没有准个二人助手啊 有啊 这四百四十人 遇上硬茬了 谁呀 大汉策阿拉布坦的长子 叫做 嘎尔丹策林 不用我介绍 您也知道 这是准个二 韩国下一任的继任者 也就是第三代大汗的 俄国人在船上啊 看着四面八方 准个二人眼纱上来了 觉得自己啊 船上有炮 我怕你什么呀 开炮射击 没想到这准个二人呢 从营中也推出了自己的炮 射程和威力 一点都不比俄国人的炮差 而且啊 在这个炮位数量上 还占着优势 俄国人一看 占不着便宜啊 也只好撤退 也就是在这一时间段呢 这准个二人的 入侵西藏的计划失败了 这个啊 咱们前文书详细的讲过 这大侧林敦巴布虽然带兵独闯西藏 但是最后我还是在清军与这个 和舒特韩国联军的夹击下被轰出了藏区 蹭完阿拉布坦 感觉和这个大清朝的关系可能也就这样了 这一场战争下来呢 已经双方撕破的脸 这关系只能是越走越差了 于是啊 这会儿他又想起俄国人来了 他派出了使团 到了彼得堡 就见到了沙皇 希望着沙皇对他呀 能有军事援助好对付清朝和哈斯克人 哎 这俄罗斯的通义官呢 对准个二韩国的文字不甚了解 大家商量来商量去 终于把策往阿拉布坦这封信翻译过来 给了沙皇彼得一世 彼得一世一看呢 高兴的差点没蹦起来 这封翻译完了的信上说呀 哎 这策往阿拉布坦要求带领全部人呢 也就是整个准个二韩国的子民 要投靠沙俄加入这俄国的国籍 那这么一来这准个二韩国的土地 就会一下子被俄国人吞并 这不省了事了吗 这不 这不用打呀 主动来归顺来了 那么是这个意思吗 肯定不是 这策往阿拉布坦呢 这压根就没有加入俄国国籍的意思 完全是通义官给弄拧了 这彼得一世理解错了 这彼得一世啊赶紧派使团去回访准干尔 这回这使团的团长啊 是炮兵大卫叫温克夫斯基 那年是哪年啊 1722年 这连年的战争啊 这彼得一世这沙皇啊 已经穷得掉渣了 可是为了让次王阿拉布坦 早点做节定来投靠沙皇啊 这彼得一世还是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千金卢布的巨款 让使团去购买礼物 好打动这位准着二韩国的大韩 这使团一到伊丽河谷 一见着这位大韩撤往阿拉布坦 把来一一说啊 这大韩就明白了 这肯定哪出岔子了 这沙皇彼得一世理解错了 这是好事是坏事啊 也不一定是坏事 干脆啊 我先勾着他 拖着他 于是把这个使团啊 留在伊丽河谷一住就是十个月 一共啊 召见了那个温可夫斯基17次 问的呀 全是一些扯淡的呀 和这个两国外交没有任何关系的事 什么这个沙皇经常出海吗 什么这个瑞典人 那同那个俄国人的战争 为什么打了那么久啊 这个沙皇陛下和这个土耳其准备开战吗 贵国也喝茶叶吗 茶叶是从哪买来的 也是从中国买的吗 这等等等等 只要这大使啊 一要聊正经事 就是问呢 这大韩策马阿拉布团 何时率众加入俄国籍 这大韩呢 就把这话头子往别的地方上扯 就在这十个月当中 准个二韩国内部啊 也起了分歧了 分成了两派 一部分人呢 愿意臣服于沙皇 另外一部分人呢 不能臣服于沙皇 继续与大清交好 第一种声音呢 来自于这 测王阿拉布团的 二房夫人和他的次子 这个二房夫人呢 是图尔护特布的女人 咱们知道啊 这会儿的图尔护特布啊 已经西牵制着 福尔加河流域了 已经是沙皇的子民了 所以这两个出的主意啊 那就是要让这 测王阿拉布团 也一同归顺沙皇 这样对他 以及他娘家的家族 肯定是有大大的利益的 另外一种声音呢 来自于 测王阿拉布团的长子 嘎尔丹侧灵 以及大将军 大侧灵敦多布 他们认为啊 亲近不亲近清朝啊 那是长远之际 还在其次 最起码咱们不能跑到 俄罗斯做二等公民去 现在啊 这图尔护特布 常年被俄罗斯人欺压 这就是下场 我们现在是主权国家 哪能随便的 向其他国家投怀送报 这种意见呢 比较强硬 他们认为 应该把这些俄罗斯使臣 全部杀了 断绝往来 那这测王阿拉布团 什么意思 他没闲着 其实他早就派出了使者 他知道 现在凭这个准盖尔航国 和大清朝的关系 他派出使者到北京啊 这康熙皇帝 未准其见 于是他派出使团呢 就来到了 卡尔卡蒙普 会见了当地的大活佛 折不尊丹巴 由这折不尊丹巴 活佛引荐的来到了北京 才见到了康熙皇帝 虽然呢 这康熙皇帝 当年的十月就去世了 龙玉冰天 可是他临死前 交代下的遗愿就是 现在应该和准盖尔韩国修好 因为老皇认为啊 在西北打仗实在是太难了 补给县太长 损耗国力太大 之后登记的雍正皇帝 也是遵照着这个父皇的遗嘱 怎么办呢 确定下来之后 就在1723年的5月 准盖尔韩国的使者 叮巴叮巴就回到了伊犁 把这些情况 就转达给了策王阿拉布坦 策王阿拉布坦 听完这些消息之后 召见了俄罗斯的使者 他跟这些使者说呀 像沙皇臣服是绝对没戏 反对俄国人 在准盖尔控制地区 建立城堡派遣军队 并且严正的警告俄罗斯人 这鄂尔齐斯河一带呀 是准盖尔的土地 以后再若犯我边界 是定发兵讨伐 总之这大汗的能吹的 能说的呀 是都扔出来了 那这俄国人一看 那走吧 在这待时间长了 弄不好 这小命就保不住了 于是就向大汗提出 索要当时的这些俘虏 这些俘虏现在呀 全须全隐还活着呢 或者是俄罗斯人 能叫上名来的 也就是二百多人 这大汗呢 也算真对得起他们 这俄国使臣临走的时候 随同这俄罗斯人 一起上传的俘虏啊 只有十名 那你想都知道 老周病残用不上的人呗 然后立刻呀 又向清朝方向 雍正皇帝 抛出了橄榄池 暂时保持了大清朝 与准杆尔韩国的和平 这和平啊 来之不易 可是这个侧王阿拉布坦大汗呢 眼看着 游进灯库呀 也差不多快交代了 这年轻时 大汗子就染上了霉毒 现在呀 瘦高六十余岁了 虽然已经算长寿了 可是这病毒折磨他呀 已然让大汗很难忍受了 每年都要复发几次 史书所在 胯下红肿 嗓子失音 牙床异肿 受罪非浅 那么说 这大汗是死于眉毒吗 哎 还真不是 这大汗呢 让人毒死了 这侧王阿拉布坦呢 一共有两任妻子 第一任妻子呢 生了一个儿子 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就是他的长子 嘎尔丹侧灵 刚才咱们已经交代过这个人物了 这位妻子是从哪儿娶来的呢 是从和说特韩国娶来的 您别忘了 这就是和说特韩国拉藏韩的亲姐姐 属于人家那儿的长公主 那身份地位自然是不一般 这位可敦没了之后啊 哎 他又娶了一位 这二房夫人呢 来自土耳护特部 就是那个后来 咱们说的东归英雄传的那个部落 这会儿还没东归呢呀 是从这个俄罗斯的土地上 娶回来的这位土耳护特部的公主 哎 这娘们这一辈子 一心就是想劝这个斯瓦拉布坦 投降杀皇俄国 他为这个斯瓦拉布坦大汗呢 生下了五个孩子 顶头的也是一位王子 名字叫做罗布藏舒奴 大排行啊 是这斯瓦拉布坦的次子 这孩子生下来 这斯瓦拉布坦就不待见 他喜欢他的大儿子 于是就有传闻说呀 他和这个小儿子常年不和 侧望阿拉布坦 轰走了俄国的使者 这娘俩呀 心里就不宣伏 大汗呢 这第二任妻子的名字呀 叫瑟特尔扎布 这会儿他满脑子想的 都是怎么能把这大汗的长子弄死 也就是啊 格尔丹侧陵 好让自己的儿子 老二啊 继承韩位 于是他就开始布局 他拉拢着准个阿尔布的贵族 喇嘛 结成联盟 又把自己的女儿 嫁回到自己的娘家 徒儿护德部 好请求外援 而且这会儿 还来了一个帮手 谁呀 就是被清朝打跑了的 那个原青海管事亲王 罗伯藏丹金 这罗伯藏丹金 跑到准个二韩国之后 他觉着 这策阿拉布坦 和大清的关系越好 对他的威胁就越大 保不及哪天呀 人家关系好到一定程度 就把自个儿 或者是活的 或者是脑袋 送到北京城了 于是他就主动联系到了 这个可敦 瑟特尔扎布 与之结党 共同谋划大事 可是呢 谋害 戈尔丹策灵 这件事啊 他字还没一撇呢 消息就走路了 戈尔丹策灵 仗着和自己的父亲 关系好 倒打一耙 陷害自己这个弟弟啊 罗伯藏书 说他要造反 没办法的 老二啊 只能出逃 投奔他姥姥家嘛 福尔加和流域的 图尔呼特布 这儿子一跑啊 这位 二可敦 瑟特尔扎布 算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于是啊 他就又起了杀心 这回想杀谁啊 这回 一不做二不休 搬不到葫芦 撒不了油 他要把大汗 策望 阿拉布坦 弄死 就在1727年的12月 策望阿拉布坦 在自个儿的媳妇 瑟特尔扎布的帐房当中 坐了片盒 喝了一碗呢 这个媳妇亲手 端过来的麻奶子酒 饮完酒之后 这大汗起身就走了 他去哪了 他去了他新娶的 第三任夫人的帐房 可是在三夫人的 毡房当中 还没来得及坐下 这策望阿拉布坦 就觉得自己腹内 如刀脚一般 赶紧的找来回看病的喇嘛 给自己查看 这喇嘛就问呢 昏太吉在哪里 吃了什么东西呢 这大汗说呀 我就在瑟特尔扎布那 喝了一碗酒 喇嘛说呀 哎这昏太吉 您哪中毒了 这话刚说完不久 这策望阿拉布坦 七孔流血是中毒身亡 想念62岁 叔说到这儿啊 我又想起一句闲话来 您看这策望阿拉布坦啊 三十几岁得了梅毒 62岁才死 并且也不是死于梅毒 有一群混蛋科子 总是传说着 同志皇帝是得梅毒而死的 得梅毒哪能死那么快 这同志皇帝 从发病到发丧 冷共也没有几天 所以说呀 咱们虽然没有 过多的医学常识 但是从这一点 就能看出这同志皇帝 肯定是得了天花 并不死于梅毒 杭尔丹侧灵啊 立刻就审讯了他这后妈 色腿扎布倒是很坦率 他说呀 我是阿玉琪寒的女儿 我生的儿子不能执掌大权 所以我干脆就用毒酒 将昏太级毒死了 说一千到一万也没有用 总之啊 这侧娃拉布坦大寒 撒手人寰 身归纳事去聊 下文书啊 咱们这节奏要快一点了 咱们直接就讲 合同破 直战